196. 新報,科技界要求莫左營創科局批莫乃光考慮政治漠視訴求 2015年7月11日港民A04發公開信275名科技界人士聯署要求 泛民平自拉布左營創新及科技局成立 並點名批評立法會資訊科技界議員莫乃光以政治因素作首要考慮 莫氏業界訴求,要求他認真反省及支持撥款 莫乃光回應時重新支持成立創科局,亦不支持拉布 相信議案在10月可獲信利通過 總共275名科技界人士作日聯署向立法會全體議員發公開信 呼籲財委會委員停止拉布 並歡迎財委會為審議餘下民生項目及創科局撥款加開會議 信中提及有關創科局條例修訂已兩次在立法會大會通過 但部分議員在財委會上拖延撥款申請 令創科局遲遲未能成立 比原定時間遲了三年 莫 反對拉布另外 公開信中亦提到 業界人士對莫乃光極度不滿及憤怒 認為莫乃光以政治因素作首要考慮 未能反映業界和香港市民的意見 未有在議會內盡力爭取成立創科局 希望他能認真反省 支持撥款並遊說其他泛民議員一同支持 莫乃光回應是重新自己非常支持成立創科局 亦不支持拉布 相信議員在十月可獲順利通過 他表示特首兩真英建議財委會加開會 以只會挑起進一步的政治紛爭 做法不治 又肯定創新及科技諮詢委員會主席楊偉雄 一直以來向議員作遊說的努力 申報機者